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诶 这好像不对啊 这心跳怎么笨王来了呀 不过问题不大 咱们已经成功把调控室给掩护走了 来 库包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二楼来躲一下我们夫人的镜子 接下来我们要小心一下它的闪现 因为它一直没有交亲身 大概率带的是传送和闪现 诶 诶 这边 它怎么处理啊 我天啊 镜子只是想拉我 有点拿着理啊 哇 还真敢这样放镜子呀 这是什么情况 有点上头啊 老妹 去抓律师了 一个明智的选择 我们来补一下律师的鸡子 鸡子应该差的不是特别多了 总的来说 我觉得前锋这个金挂搭配上这个兔先生的紫皮 手感不是太好啊 可能是前期的视野影响太大了 来骗一下金身 看一下 这还真的是金身呢 我刚刚宝箱水的时候 还为什么不早交呀 来 再来撞一波 不着急 这个挂不上去 就是现在走你 漂亮 来 教教你们如何在红夫人手下 如上救人 好吧 哎呀 对不起 本来想骗个椅子刀的 有点天真了 剩下的鸡子应该修的差不多 哎不对呀 怎么被我而来了呀 哦 他是怕我修这台遗产机 没事没事 我们这一局多修了一整台机呀 还行还行 直接亮 快快快快 直接亮大心脏 走你 别慌别慌 前面找一个二人转这里 和湖门转一下 防止他的镜像拉我们呀 这一把应该是妥妥的幸福了 不然说我觉得秦峰的这个新金挂 叫什么名字来着 没有那个精益之球 手感要好 一般般这个金挂 可能是因为他太党事业了 前期 真的 我虽然说抽到了这个金挂 但是感觉不是太好用 真的没有凡尔赛啊 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吸波欧气啊 感谢关注这个金挂丫 我们下视频见吧 拜拜